我们之前那几条片就学了三个估算方法 第一个就是Rimund Sum 也就是用长矿人做估算 第二个Trapisodal Rule 用梯形 第三个Simpson's Rule 用曲线 用Cordratic 当然三个方法都是估算 一定会有误差有error 我们这一条片就看看他们的error有什么特性 假设我们利用MN、TN和SN 去估算这个Definite Integral 这个MN M是代表Mid Point 也就是说 你用Rimund Sum做估算的时候 我们利用Subintervals的Mid Point 去判断长分的高度 第二个TN 就是用梯形做估算 最后SN就是Simpson's Rule 好了,那我们先认识一下 我们说用MN做估算的时候 有个误差就叫做EM 计法很简单 真实数值 减回估算数值 因为你IN出来的答案是真的数值 MN是估算的 真的减估算的就是误差 如此类推 ET、ES都类似 全部都是真的减估算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它可以是正数或者负数 可以是正数或者负数 因为你不知道是高估了 还是低估了 所以为求方便 我们会用一个Absolute Value 去讨论 即是说 sorry 即是说我们加两栋给它 我们就是想知道真实和估算之间的距离 正是负数其实不重要 那看一看 譬如我们又是这个 就够了 X分之1 由1IN到2 那我们计过很多次 我们知道答案是LOT2 但是我们用M10、T10和X10做估算 我们看看ERROR是多少 放心 M10、T10、X10我不懂得计算 我后面呢 帮你按机按了 所以EM就是真的减估算 真的减估算 那算出来就是这个数 如此类推 那你就看一看ERROR 你看到 Simpson's Rule 的ERROR 应该是最小 所以它是表现最好 那什么为之表现最好呢 就是说 用同样数目的Subintervals 哪一个误測小一点 那Simpson's Rule 是完胜的 然后Mid Point 可能赢了Trabisode Rule 少少 那在大部分的Case 当中 其实这个Accuracy 可以这样排 那Simpson's Rule 是最好 跟着Mid Point 跟着Trabisode Rule 那Simpson's Rule 一定是 为什麽呢 因为它用曲线 一定比后面那两个 用直线做估算 然后Mid Point 会比Trabisode Rule 可以比较少少 好了 但是你不是每次都计计 多少真实数值 你计算到的话 我还需要估算吗 所以我们有两个Fearra 原来不需要真实数值 我都知道ERROR 最大是多少 也就是ERROR BUNCE 那看看 如果 如果 For Mid Point 和Trabisode Rule 我们想找它的ERROR BUNCE 我们需要一些条件 第一 我们要D两次 在AB范围是Continuous 当然 题目给你 九成都是 不需要担心 第二 我们有一个叫做K2的数值 那它就是 D两次 在AB范围里面 最大的数值 那留意 我们有Absolute Value 那你有齐齐这两个资讯 你就可以用下面两个公式 原来 Mid Point的ERROR 会被这个东西夹住 记得你的目标是在计 这个 这个是你的目标 A到B 那原来的ERROR 就会是B-A3次 乘以你的K2 除24N2 24N2 那N就是你斩的一份 那同样道理 Trabisode Rule的ERROR 就会是以下的这一条式 可以吗 记得 不是等于 是小个等于 我知道最尽 都是这个数字 那我们看看下面 Simpsons Blue 是类似的 不过要求高一点 那你需要你的功能 可以D四次 并且AB范围是Continuous 那也是放心 它给你多数都是 第二样东西 我们要找D四次 在AB范围里面 最大是多少 都是留意我们有两栋 有此这两个资讯 我们就知道 ES 会被这一构数 搬住 最尽都是这么大的 就是ERROR 那至于实际怎么用呢 我们下一条影片就示范一些例子